大家好,我是小谷银 这节课在讲解STDString类的一些用法 现在讲解指字符串相关的成员函数 有时候我们想获取字符串中的某一部分 并且保存到一个新的字符串对象里面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成员函数 SubString,它的返回值是STDString 演示一下,首先在字符串对象STR中 获取从位置5开始的6个字符 代码就可以这样写 str.subString 5 6 然后用STDString 声明一个对象STR1来保存返回的结果 最后输出来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输出了567890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当成员函数 subString的第二个参数 超出范围的时候 成员函数 subString 会获取到最后一个字符就停止了 所以不怕越界的问题 也试一下 我把第二个参数改成100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 程序输出了567890 123456789 也就是从位置5 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字符 称回到刚才的代码 当成员函数subString的第一个参数 等于对象的长度的时候 成员函数subString 会返回空字符串 例如这里填20 或者str.size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程序没有输出 当成员函数subString的第一个参数 大于对象的长度的时候 它就会抛出异常错误 例如这里填str.size 加1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程序崩溃了 并且提示了一个超出范围的错误 撤回到刚才的代码 当第二个参数不写的话 模样是从指定的位置一直到最后一个字符 这里就是从位置5的字符到最后一个字符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程序输出了567890 123456789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当成员函数subString不传入参数的时候 模样是复制整个字符串 我们编译运行看一下结果 可以看到输出的结果跟字符串str是一样的 现在可以暂停视频 抄一下代码熟悉一下 最后做一下练习题 就来请 test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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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